Hello 大家好 今天再次来到海边 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可能挑战了科学目前的认知 但是我并无恶意 我只是希望说出来 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万一对人类的发展有好处呢 我们管我们的星球叫地球 管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物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叫碳基生命 可是我听说 宇宙里的朋友好像有不同的说法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学过小学地理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星球海洋面积占70%以上 从太空中俯瞰 我们是一颗蓝色的星球 主要因为我们星球含有大量的水 据我所知 外星朋友说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候 会说那个水球 而我们自己却管这颗星球叫地球 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大陆上 同样的 我们的身体经过测量 水含量大约也占70% 而科学界认为 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 都是碳基生命 可是外星人却管我们叫小水人 其实科学界非常清楚 碳原子的生存条件需要水和一定的温度 没有水 碳是无法生存的 可他们还是认为我们生命的基础是碳 那好 如果我们生命的基础真的是碳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吃碳呀 吃碳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种补充呀 可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吃碳呢 科学界现在公开说 任何食物 肉也好 菜也好 只要你把它做糊了 完全焦了 黑掉 碳化了 我们是不能吃的 吃了会造成细胞的变异 就是癌症 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应该吃什么补什么吗 碳不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吗 为什么会对我们有不好的作用呢 在我们现行的医疗体系中 说我们人体需要补钙铁心锡 并且配有相应的营养品 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们要补碳 这又是为什么呢 只有碳不会流失吗 而医疗中严重的疾病需要打针 打的是液体 那为什么碳不行呢 所以碳原子在身体中 真的可以支撑生命吗 我们宇宙爱好者都知道 在航空航天领域中 如果我们想探测一个星球 它有没有生命存在可能性 我们观测的是什么 是看那个星球有没有水 对吧 我们在火星的南极 发现了水源 我们才能确定 火星曾经一定有生命 并且确定 我们可以移民火星 因为我们可以开发水源 得以生存 那要是探测外星球 没有水 只有碳 可以吗 朋友们 我们地表人 从娘胎里开始 就泡在羊 水 里 而不是泡在碳里 人在刚出生的时候 年龄小的时候 身体里水的饱和度 是最高的 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是因为它水分充足 而人慢慢长大 开始变老 脸上身上开始出现皱纹 是因为水分的饱和度逐渐降低 人年龄大了 代谢也会开始慢了 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水分不足了 中医常说 生病了要多喝水 就是因为喝进来的水分 可以跟身体里的水分进行代谢 把身体里的杂质排出去 人不吃饭不会死 但不喝水一定会死 我们吃进肚子里 所有有机物的核心都是水 所有的植物靠水生存 靠水摄取营养 没有水只会枯萎致死 动物也一样 身体里也有70%是水 所以朋友们 这70%的水 并不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承载物 而是地球上只有水 才有能力包含和孕育所有成分 水 可以容纳地球上所有的微生物 化学元素 能量和矿物质 一切的一切 所以只有它 才能跃遇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但是在别的星球 不能 因为它们不是水基的 就算有些外星人 外形跟我们长得很像 可是它们身体的成分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再说一句 如果我们的身体不是碳基的 那宇宙中也没有 归基生命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 请大家想好 我们每一口 每一天呼吸的空气 到底是什么做的 在我们大气层以外 就是真空的宇宙了 那里就没有大气了 那我们的大气 从哪来的呢 是从地球表面 所有的水分 蒸发起来的 所以大气 就是水 只是浓度不一样 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是水 空气中也是水 所以朋友们 我们像不像 那个在宇宙中 生活在水里的种族 到了宇宙中 如果我们离开大气层 就等于离开了 属于地球的水层 我们就会无法呼吸 几分钟就会毙命 而宇航员在外太空 维持生命的东西是什么 是用水分离出来的氧气一样 我说明白了吗 好朋友们 水才是我们地表人 生命的根基 现在我们的海洋 水被污染了 这是什么概念呀 我们互联网上 有很多视频 会被判定为 没有科学依据 如果今天这条视频 也被这样判定了 我会很心痛 难道我们不应该 反过来看看 科学是否符合 自然法则吗 即便在这样的 社会评定中 我还是要发这样的视频 我希望可以带动大家 去思考 去思辨 科学进步的本质 是推翻原有的认知 如果不敢自我否定 那绝对是本末倒置 我希望这个视频 对人类未来的探索 有良性的影响 未来人类的健康问题 是非常值得被关注的 那到底什么物质 才是人体组成的核心 是对人体产生最大影响的东西 就变得非常重要 视频就在这里 我希望时间能够证明 我今天说的话 这些话对大家有帮助 才有意义 好 今天的话题说完了 一直跟大家说 要上到宇宙学视频 因为要斟酌的内容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可能要等到年后 才能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 如果有朋友已经相信我 那希望你在日常生活中 听取我们老祖宗的意见 要多喝水哦 做一个水量充足的水宝宝 拜拜